日前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公布全国农地污染第一期分析报告 其中桃园市上有128公顷农地 因为农地污染遭受了列管 为了尽早富裕农地 行政院环保署及市政府将挹注3.3亿经费 分年分期展开整治的工作 并且拟定在108年底之前完成全部的农地富裕 市政府表示桃园市工业重镇 在过去确实经历过污水灌牌不分 让许多农地受到污染 因此禁止这一些农地继续种植 并且登记列管 环保局接着依照污染程度采用不同方式排污 希望在108年底前将全部污染的农地富裕 101年开始就跟环保署争取到3.3亿的一个经费 所以3.3亿总共的经费 我们大概有解列了快100公顷左右 那主要这100公顷的农地 其实我们主要利用的方法就是用翻转稀释法 跟排克土的方法 那做成改善之后 其实我们有做一个很严密的一个验证 确保这个土土壤已经符合标准了 那符合标准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会帮农民把它就是加了一些肥料 然后把它松土 让农民可以再使用这些农地这样子 其中大园区浦兴里的农地在去年5月份之后 陆续解除列管 农田已经可以重新开始种植农作物 但是农民们表示 一次的污染就带来了很多衍生问题 并且担心是否会再次受到污染 面积那个一分地的地方 一分地大概有整邓 整邓就是高的跟低的差很多 现在下雨水一来 哇 这边没有泥土没有水 那边的水很多 这样看得很清楚也没办 所以我才种这个 这个不得减过来 政府是有心去改进这个东西 没错 但是问题没有从水源改进 还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水源没有处理 你现在你把它处理好以后 现在再细细擦秧的话 一定要放水 放水下去不到半年 你再验的话还是污染 还是污染 环保局也表示 未来富裕农地之后 灌溉水源的控管是重要的关键 将会拟定依照水污染防治法 划设新阶溪 补新溪流域为总量管制区域 控制重金属的污染排放 待环保署审查核定后 就可以开始实施 进而确保灌溉水源水之无余 淘宇年轻型黄三祥采访 采访我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